这个女人太大胆了 当着土豪的面秀起了热舞 几个动作轻松将她们拿捏 土豪暗暗下定决心 晚上好好重新一下这个女人 可想不到 女人根本没将她们放在眼里 伊娃原本是一所名校的大学生 熬过极度枯燥乏味的校园生活后 伊娃心里变得极度渴望冒险 为此她不惜向母亲撒谎 说要去法国深造两个月 但其实是准备前往迪拜 参加一场时装秀 在机场 伊娃结识了 同样在摩托队伍里的丽莎 两人一见如故 迅速成为朋友 等到黄昏时分 飞机平稳落地 让前来迎接她们的 却是一辆小黑面包车 伊娃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跟着其他选秀女郎 一起上了车 很快 伊娃注意到 车辆车行程的方向 和到处说好的可不一样 伊娃有些慌了 从丽莎的口中 伊娃才得知 所谓的时装秀 根本就是个幌子 领队其实是一个 资深皮条客 专门负责给富豪提供服务 而他们一旦被那些富豪看上 能得到巨额报酬 面包车最终停在了一座 富丽弹皇的宫殿门口 有钱的土豪 对美女的要求很高 妈妈桑先告诉了伊娃 他们一些小技巧 以便他们能够被土豪看上 很快 门开了 五个土豪像国王一样 坐在椅子上 等着这些性感女郎 主动上门 展示他们的魅力 伊娃第一个上场 性感的声段 配上火烂的武姿 土豪们很快就被伊娃的魅力所折服 可伊娃却先不开口说 自己亲起来了 这个行为让富豪们感觉 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结果就是这一段的生意 全给伊娃搅和了 人对一毛钱都拿不到 对伊娃简直恨之入骨 她准备将伊娃丢在这里 任由她自生自灭 好在丽莎最后收留了伊娃 第二天 丽莎的伊娃来到了一家4S店 但丽莎除了销售员的身份外 更是老板的情人 两人经常在办公室里 深入交流一些工作上面的事 但同时 丽莎还有个院主男友 14S店的经理 退丽莎而言 和老板是因为这样来钱比较快 而和男友则是因为内心的寂寞 一开始 伊娃对这样的行为并不赞同 她家境优越 根本放不着出卖自己来获得金钱 可是在见过这种奢靡繁华的生活后 伊娃最终也不如了丽莎的后尘 抓紧时间搞钱吧 土豪说自己在家里装了个卡楼K 要请妹子上去看看 妹子也不戳破富豪的小心思 反正自己有钱拿 然而刚走到一半 富豪按捺不住了 褪着女孩就是一个壁动 然后 几分钟后 土豪得意洋洋 可女孩似乎状态不太好 原来伊娃来到这里后 被丽莎带着做了很多 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 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钱 伊娃是骗妈妈去读书的 妈妈早已经给了一大笔钱 为了不让妈妈情心 伊娃自然不敢再有更多的钱 于是伊娃便将目光 并向了一个失忆的富二代 凭借着自己过人的学识 和别具一根的魅力 伊娃成功引起了富二代的兴趣 伊娃直接表示 想去富二代家里坐坐 富二代一听 我也正有此意 男人当即回到了公寓门口 可是就在上楼梯的时候 伊娃却说 自己不过打算玩玩而已 根本没有跟着富二代回家的想法 她说根本看不上白人富二代 富二代哪里能忍受这样的挑衅 直接向伊娃壁动 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 这一刻 伊娃痛不欲生 嘴里开始念诗 企图用这样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没有堕落 富二代大笑起来 伊娃带给了她一种 前所未有的征服欲 有了富二代的资助 伊娃又能尽情挥霍了 然而这天 丽莎和老板在办公室里深入交流 却没想到 不愿者能有背叛 老板的妻子直接找了过来 结果她的丽莎失去了工作 断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后 丽莎表现得有些慌乱 这时伊娃笑了笑 给两人秀了一番余额 让他们三人过期的比之前 更加堕落放纵的生活 伊娃已经彻底沉浸其中 只需要付出自己的青春 就可以换来只最精明的生活 这简直是一笔再划算不够的买买 而妈妈每天对伊娃视频 一直没有注意到女人的变化 这天伊娃和丽莎回到家 却发现 一直吃素的盖亚吃起了肉 原来是盖亚的男友抛弃了她 而她一直幻想的豪吹婚礼 也成了梦中泡影 看着闺蜜眼面痛哭 伊娃下定决心 怎么着也得帮她搞一辆来 这个女人胃口不小 对眼前的富二代说 男人虽然不差钱 但也还是得仔细考虑考虑 然而富二代刚走 伊娃竟然发现 自己的妈妈就坐在不远处 伊娃被吓坏了 赶紧躲进了桌子底下 很快富二代从洗手间回来了 刚坐下 就发现伊娃躲进了桌子底下 伊娃解释自己躲进桌子底下 是因为她妈妈就在富二代身后 谈伊娃这样的行为 无疑搞得富二代很尴尬 最后富二代只好答应 如果伊娃出来 就给她朋友买一辆宝石节 然而伊娃出来后 很快就被她妈妈给抓包了 看见本个在巴黎读书的女儿 竟然在这里和别人约会 妈妈气不打一出来 她想伊娃回家 却遭到了拒绝 两人为此大打一架 最后伊娃还认上了富二代的车 12小时后 富二代给了伊娃整整100万 用来购买一辆二折的宝石节 虽然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钱 盖牙已经忍不住贴向了伊娃 就连丽莎镇的老前辈 也得点一个烟鸭鸭鸡 想不到伊娃的业务能力居然这么巧 在解决干的烦恼后 立志成为一家之主的伊娃 也决定帮丽莎解决难题 那就是丽莎也一直在钓一个富豪 为此甚至不惜花重金 买同了富豪的保镖 可结果依旧没能成功钓上金龟许 最后还是伊娃只能出马 找到了那名富豪 坦白让丽莎为她做的一切 富豪感觉很有意思 变主动邀请伊娃他们三人 明天去她家里玩玩 丽莎带着这个消息后也很兴奋 伊娃此刻在他们眼里 瞬间变得高大起来 却不知 此时的伊娃已经被绝望所笼罩 原来伊娃发现自己也怀上了孩子 伊娃被吓得不知所措 本能地拨通了富二代的电话 但富二代怎么可能会负责任呢 伊娃最后还是被富二代无情地抛弃了 但看着两姐妹都十分高兴 伊娃选择了独自承担 第二天盖亚决定去买车了 丽莎也准备好去见那个富豪 最后伊娃再坐上了前往医院的出租车 然而命运弄人的是 盖亚太过招摇 说自己要拿这一百万去买车 最后引来了司机的寄语 最后被司机 惨认地恰似在雪地里 而丽莎则因为收买保镖的事情 被伊娃抖了出去 害得保镖被降了职 保镖心怀怨恨 刚即叫来了很多人报复了她 最后伊娃来到医院 准备进行堕胎手术 她此时还怀着最后一次幻想 期待富二代能够出来阻止她 结果自然是没有 不过伊娃不知道的是 富二代其实来过 却因为伊娃使用了假名字 这才没有找到她 到最后 三个被欲望蛊惑的女人 一个葬身雪地 一个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 漂亮恰恰地从废弃工厂离开 伊娃最幸运 坐上了母亲的保时捷 回到了俄罗斯 被欲望包围的人 注定盛开不了幸福的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